欢迎来到五间总结的时间 有消息指人民银行今天将会进行850亿人民币的正回购操作 令到全个星期的资金回笼只有20亿 较对上一个星期的410亿大幅减少 消息刺激一种对货币政策敏感的内地板块上升 包括内房股和金融股 两个板块带动内地股市由跌转升 不过医疗板块有资金流出 抵消了大部分股市的升幅 见到上证综合指数收市跌了两点 做2064点 成交有4360亿 而深圳成分指数跌了两点 做7432点 成交有419亿 见到身边的郭sir和我们谈谈股市的情况 郭sir 你好 你好 见到我们股市比较繁复 港股也差不多 没有什么方向 是呀 完全没有方向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市况都是在等着的 我们看看A股 其实自从重启IPO之后 上证指数跌过一轮来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相关的一个消息或新闻 对这个事件对股市影响是很短暂的 我始终认为好的股份上市 为股市带来是会更大的成交禁压 而且为金融市场引进更多资金的 但是在气氛比较薄弱和大家普遍持刑的心态下 如果这一分钟 你说有少少的 例如贪薄的资金效应的 重启IPO来说的话 一定会略大负面 但就未必会造成一个太大幅度的下跌 事实上上证指数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等变的 在这里说了很多次 去年的低位1849点反弹到2270点 升了421点 在这421点的波幅中 中间画一条线 刚好就是2060点 即是现在上证指数 徘徊的水平 升10点不需要开向斌 跌10点也不需要太担心 为什麽 就算市场稍微向上走 首先要攻破战嘴所指 就是2147点 甚至2177点 才能够有机会进一步挑战 这个叫做技术上的小双顶 但如果跌1、20点 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这里有一条短期 或者中短期的上升轨 不跌穿的话 整个形态仍然处于持续等变的格局 唯一要说的是 直到现在这分钟 上市都是在低成交之下 是徘徊等变的 市场人士普遍 对经济的看法 都认为 如果在 经济要力保7.5%之下 中央政府是会有政策出台的 包括在内需和固定投资 的板块里面 都会有扶持的 一个措施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 A股现在 是徘徊不前 只是在等 由于互联互通 包括 可能有政策出台等等 令到持货者 都普遍 抱着上望的心态 至于拿着现金想入市 老实说 这也是等到大市 成交壮了 成交往了 才考虑再追进去 实际上来说 市已经经历了46个月的下跌 如果大家深水清 记得 2009年 我说的是09年8月4日 当时上证指数是3478点 跌了足够46个月 反复下跌了46个月 去年6月25日 去到1849点 才叫做暂时见底 期间来说 买得多就输得多 买得少也要输 即是 内地的投资者 有什么法子对股市不心死 好了 由1849点开始的上升 能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期升浪 就比较关键 如果政策是扶持的 或者有政策出台的话 不排除上证指数 最终是会成功 突破去年9月10号的高位 2270点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即是由1849点开始的上升 A股或者上证指数 已经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 不过 这个稍后才有机会见得到 暂时来说 等变的格局 仍然是废置不去的 郭sir 看回不少股份 都是中国两地上市 包括 在未来公布业绩的 中国银行 和子公司 中银香港 两只股份 今天表现有点回忆 中国银行 现在暂时没有升跌 做3.39 而中银香港 表现就好些了 升了超过1% 做22.5 郭sir 两只股份 都会未来公布业绩 怎样看他们的走势 我想暂时来说 没有太大惊喜 因为事实上来说 先说3.98% 息率真的不差 有7厘多的股息 而且 市盈率也只有4.7厘 4.7倍是对的 是相当相当低的股值 不过 我们便宜 原来A股更加便宜 A股的交易价 是2.6厘 计算人民币的回律因素 可能只有3.1到3.1 相对港股 这边H股有3.3厘 83.4厘 其实我们也好像高了一些 互联互通 长远来说是一件 比较好的政策 但在 头期来说 由于 A股股是有差价 普遍来说 A股的价格是比较低 H股的价格是相对比较高 市场人士就会认为 如果A股不走回来 就变成H股越跌 双就回 我当你计算人民币的回律 有些仍然还是所谓偏高 是真的要回一回 但我自己觉得 不是我们的H股贵 而是A股 是不合理地偏低 要走回拍的话 应该是 A股慢慢慢慢做回来 相对 H股的价格 计算匯率在内 会有一个拍平的效应 这才是对的 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看法 可能最后 H股跌了一点 A股就升了一点 令两者的差距 不会有那么离谱 但说基本因素 中国中银 三九八八 中国中银 应该是可以作中线的部署 有货在手的话 我认为暂时这一分钟 不需要考虑太多 一毫九仙六人民币 等值两毫半价 港元的股息 为何不收 当然先收 以后慢慢再看 如果经济 下行风险日增 中央政府真的会有政策出台 假设7.5%的经济增长 能够稳守 或者稍微做好一点 其实银行业是百业之母 怎可能不受惠 以英国这个价钱的 三九八八 我认为一定是中善自有 相反来说 二三八八不是我不看好 但两者来说 二三八八的市盈率 是十倍 相反三九八八 母公司 市盈率只有四点多倍 有一条数据大家算一算 三九八八是一毫九千六 相值一两毫半港元的股息 二三八八其实 亦有个股息的派送 也不差 我没记错 应该是四毫六指 问题是 我一万股二三八八 我收到四毫六指的股息 是四千六百元 但一万股二三八八的资金 我可以可能买到 例如六万股 三九八八 六万股这么计数 六万股我收的股息 接入港元是一万五千元 未计算 但无论如何 相对一万股二三八八 收四千六百元 我收三九八八的股息 是多了差不多三倍 这个计数机一计出来 如果你说 握着二三八八 中线持有的 一直握着很久 我不给意见 但如果 一个资金 现在大家都二十多万 我到底买三九八八 还是二三八八 我好直接说 我一定会买三九八八 最低限度 这样的资金 可以买几万股 我收的股息 是多过你 这些婆娜数 我计算 很多人都计算 不过 未必会 每个人留意得到 郭Sir 其实正如你所说 他的股息率 那么高 其实是否反映 内地的信托 可能违约的风险 回来 二三八八 儿子就没什么风险 始终是一间港资银行 对 这个绝对 因为里面的理财产品 其实的销程是相当 相当之泛滥 近乎到一定的风险 但是 始终来说 三九八八 或者建行 或者公行 都是阿爷的银行 包括 农业银行 都是 所以 你说真是违约 或者出市的 风险 我都觉得 还是比较低 但是 这因素来说 二三八八 就没这方面的 风险 但是 在股票市场上 都要考虑一个因素 三九八八 中国银行 说明是 中国银行是阿爷的 就算有些帐目 上面 真的有 少少 不是那么英俊 我想 阿爷 都会处理 如果这间是 二线三线 或者其他银行 就另作别论 我不觉得三九八八最终来说 是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发生 即使是有的话 阿爷 都不可能 不理 所以 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加上现在的股价 接近招股价 两个九毫半 我不觉得 大幅下跌的空间 是很大 但是 一两毫子的反复 有时就比较难避免 郭sir 除了中国银行之外 建行都会明天公布业绩 正如你所说 业绩就可能没有什么惊喜 可能会有些惊吓 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 因为 我们之前见到 中国银行 对上一年的业绩 只要中国银行 正式差阔 其他都在收窄 建行走势 反而对比起中国银行 比较差 其实 这一分钟已经差了 相对 三九八八来说 建行的股价 不算很高 看回头 都有7厘的股价 接近 4.8倍 市盈率 其实 股价一点都不高 但同样有一个问题 A股 比H股 最重要的就是 业绩 稍微少少放慢 其实市场已经知道 包括利息收入会减少 息差 拉窄了 还有一些 理财产品的问题 甚至一些 贷款 可能撥备会加大 因为 经济走劲 日压 但我自己觉得 最大问题 就是地区性的 信托社 金融公司 一直都是高息吸收 存款 如果最终发现了违约 或发生了违约的事件 其实对大银行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 一旦一出事 资金 我想会 快速流回 一些正规的银行 包括中工建隆 这些各有银行 所以这些业绩 稍微放慢 市场应该 早有了心理准备 我不觉得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反而 AH股差价仍然 比较宽 这点就是 令到 中短期来说 一众浪人股 会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外管局就说 人民币持续贬值 属于正常 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人民币的 汇率一直在这个情况 6.2这个水平 横行的时候 会不会 令到 AH股差价 这件事 逐渐淡化 我想不会 因为你看看 平保 香港 A股 差不多 20% 就算你考虑 人民币的汇率 影响 仍然有 只是说 汇率的下限 可能会 对出口方面 有弱光的帮助 但是 你对 整体经济来说 供应都仍是比较微的 好了 港股就刚刚收了市 我们看一看 港股上致表现 看港股上午就缺乏方向 恒生指数高开了17点之后 走势跟我们股市一样 都是比较反复 一直在22,500点 这个水平 中资南筹股 普遍就有资金追入 比较最好的蓝筹股 中国联通升了2.8% 收市中午是10.28 而比较最差的蓝筹股 在公用股 电能实业跌了接近1.8% 收市中午就报68.65 半日恒指就收报22,533点 升了23点 而半日的成交就有276亿多 我们最后看一看恒生指数的 主要蓝筹股走势 汇控和中移动都偏远 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 没起跌 建行就升1% 港交所升不够1% 中午收报142.1 明天公布业绩的中人寿 就靠稳升了5千 有帮保险升3.5 腾讯没起跌 金沙中国升3.5 长实升了2号 做135.9 新地跌了2号半 做97.2号半 九仓跌了1% 做54.7 中国海外升超过1% 华润置地都反弹超过2% 中海油跌1% 中石油今天公布业绩 微升了1千 中石油都升了1千 五间总结的时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